趁着闪电前脚离开 国军后脚就到 帮忙牡丹乡农民 清理倒塌的香蕉树 至于恒春的民宅有围墙倒塌 还好没波及民众 不过有些游客很心急 已经闯入沙滩被驱离 像台空警报其实还尚未解除 虽然海相机天后目前看起来是蛮平稳的 但因为相关还没解禁的部分 目前沙滩还是实际关闭 同时让人心急的还有南部水旗 灯号转为绿灯 原本希望能靠着闪电解渴 但台南地区几乎没降雨 曾文水库的集水区降雨 也仅只有1.1毫米左右 那这个几乎是降雨非常少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加强调度的力度 曾文水库蓄水率仅剩下两成三 水清恶化可能影响农业用水 一起做是不容乐观了 一起做就是很可能限制 至于杂粮因为它用水比较少 有没有办法获得公冠 这个部分还是得看 但是最重要是以民生为先 我们民生用水要用到 要确保不予匮乏 现在只能期待外围环流引进水汽 带来降雨机会 不过还是要呼吁民众节约用水 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在沙沙流摩棧的时候